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未来国家组的父母亲 所以他本身的健康 他本身的安全 他本身的发展 都是我们国家要去照顾的 没错 所以在过去 在过去 跟台商出走到中国道路一样 到 东南亚到中国去 取回他的配偶 都是自己先开跑 民间先开跑 没有法令的保障等等 所以那种过程真的是 也蛮怎么样啊 很辛苦啦 不是辛苦啊 有些真的是 淒惨啊 有些真的是淒惨啊 这个 如果到越南娶了妻啊 不能回来啊 他个人可以回来 但是他的太太 他的儿子不能回来 然后试过 经过 这段长的时间 在那边等于说另一个家庭嘛 是 那现在要回来 又有很多问题啊 等等等等 太多了 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现在如何重新建制一个 合理有效的制度 跟保障 我相信 这是今天我们讨论的目的 没错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时间有限了 我先 这个 讨论几个 尽量谈了 因为我在市政府也有一些经验了 是 那 表示说我们 这些努力还是刚开始啊 那我想到的 就开始谈 我们在电台 不管是地方电视台 或是一般的 这个radio 这种 这个电台 能不能 能不能 由政府辅导 来开播一些 这个 新著名 可以听得懂的 语言节目 我们现在正在你计划 我们会在一个最短的时间把它推出来 因为 已经有通议人才库嘛 是是是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 那什么时候可以 达到 这个 什么样的一个 责量指标 现在已经有一些 这个 本来就有 但是我们还要再加强 我们希望在 几个月之内 会 会有一些 我们会订出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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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跟一些主要电台 譬如说 有一些电视台 我们也很积极的在跟他谈这件事情 然后这些节目的制作 大概是重要的新闻嘛 新闻啊 一些他需要的资讯 生活的这个资讯嘛 尝试嘛 尝试 尤其重要 是他福利有关的 对没错 他福利有关的信息 是是是 好 这些好 是不是有系统性的 有 做规划 现在在规划三个月之内 会 你把规划完成的 这个计划 好 资料 没问题 也有一份好不好 好 这是第一点 在母语啊 是 广泛的母语啊 这个提供 上面哈 再就是这个 他们的子女的 这个教育啊 他们子女的教育 特别需要 客户辅导 没错 因为他语言文化 某种程度的隔阂 是 他没办法 辅导他的小孩子 他的学期成就 比较低 对 所以这个时候 特别的这个 安亲辅导计划 当然教育部门 也要负起责任 地方政府要负起责任 是 然后你在内政部 这个部分上面 起码你掌握了一些自信嘛 呃 我们现在会跟教育部 积极的来做这件事情 你所了解的 你所了解到的 哦 这种新著名的子女 是 在这个教育资源的享有 教育学习能力的 好表现上面 你现在有没有 比较完整的 好 系统研究的 调查研究的 资料 有没有 我有 我有的是这个 过新北市的 我 我因为是我过去 过去的业务 那个我很熟 他的学期成就比较低 至于全国的 我们 全国的现在正在做 但是这个 新北的资料是有的 书面的资料 有多少 也有多少 我可以把新北市的资料 提供给你 这个尽量给我 是 尽量给我 当然各地方政府他自己 会去评估 会去想办法 所以也要再 再补充了 是 是 这样子了 再来 你记得 我们 既然啊 关心这个新住民 那现在新住民对我们的 这个 这个制度 对我们的政策 好 有哪些需求 我们还没满足他的 一般的 一般我相信 就业 就业的保障 就业的保障 公民权 公民权 然后这个 这个社会救济 社会福利 然后刚刚您知道的 各方面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努力 那以这个公民权来说 目前我们的规划 好 有哪些 需要满 想 满足他们需要的 这种规划没有 公民权 公民权里面 现在又谈到说 现在 其实现在就是 大陆籍配偶跟 这个外籍配偶之间 还是有一些不对等 好 这个我们会跟陆委会 来协商 来检讨 那其他的 我们会遵照 两公约的这个精神 我们会逐步的检视 我们所有的规定 我们认为不和人权的 不适宜的 我们都会做一个通盘的 通盘的这个检视 基本上 不应该有歧视差别待遇 没有错 没错 基本上不应该有歧视差别待遇 但是其他的 你不能想象说 他会不爱台湾 他会当中共的 什么入户 入心 是 这什么兼兵 你不能这样想 除非 除非他 你掌握他的这些资料 没错 掌握他的这些行 行 行为 例如说他已经拿那边的薪水 听命以那边的指挥 重塑的什么活动 你应该是这样去处理啊 我想那是个 你不能假设这些人 如果让他当成公民的话 他主动 嘿 会配合谁 托给姓马的 不托给姓蔡的 不能这样想啊 没错 所以你这是要长期去努力 台湾贵在哪里 重要啊 价值在哪里 民主自由开放 没错 台湾如果不是世界最民主的国家 台湾迟早要灭亡 为什么 很清楚 我们凭什么去跟大国比武力 是 比经济能力 好 我们凭的是 这边 比任何其他地方 自由 民主 好 有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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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素质的 都向往这边的安积乐乐 跟自由民主 是 他们 没有办法来的 会支持我们 让我们存在 他们来的 会跟我们一样 保卫这里的 土地 制度 对不对 完全这样 应该是这样啊 是 就像我们今天 要骂美国真的 都要考 都要考虑三分啊 为什么 因为我享受过他们的民主自由 是 1982年6月23号 到美国JFK甘乃滴机场 一打开机门 呼吸到的 吸收到的 第一口 自由的空气 到现在 还有回味无穷啊 是 真的是这样啊 那今天我们设想 从新住民的立场角度 他们来到台湾 真的感受到这边的自由 民主 公平 合理吗 如果不是这样 他可以辛苦一点 当然 我们到美国去是辛苦啊 是 刚开始是辛苦啊 但是我们终于 能够跟他一样 同样拿到 这个 新台币 同样拿到美超 是等值的 是 是没有被歧视的 是 要做到这样啊 我们会检视我们所有的相关法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甚至要带动全民去 配合努力 没错 台湾是一个缺乏人口的国家 是 人口一直在外移 而且高素质的人口 加速在外移 是 这是国家的危机 国家的危机 那我们 连我们 这个未来 国民的父母亲 你都没办法让他说 我 做了正确的选择 我驾队的地方 我这个 这个驻队的地方 那你说 台湾还留得下 优良市值的人口吗 是 这一点啊 我们从 从这样的一个宏观 从这个宏观 来思考 但是无论怎么思考 都希望有具体的作为 能够落实 在政策的 这个表现上面啊 没错 我们在政策 可惠而不死没有用啊 是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你做我们做什么 都要有 这个量化的指标 没错 当然有些 基效不见得能够量化 但是起码能够量量化 要尽量量化 是 才知道我们的作为有效 进度如何 没错 这也是我对我同事的要求 所以这些 我希望说这个以后提出来的报告 好 都有量化的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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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具体一个表达 具体一个表达 你这个在二十月 你提到各县市 外籍配有人事 跟大陆 韩港澳 配有人事表 你提到说最多的城市 最多的都在城市 那你提到台北 提到 新北市最多 新北市最多 但是你没有进一步计算 他的人口百分比 他本来人口就多 对对没错 所以 自然水涨船高 我人口多 所以我某个百分比的 必须去 跟这一个所谓外籍 来成加的比例 就会很高 同比例的话 人数也会多 所以这一点 你就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在讨论 难道台南就不多吗 台南县就不多吗 人数不多 但是百分比会比较高 但是对啊 百分比会比较高 那为什么比较高 就是社经条件 某阶层的社经条件比较差 这个社经条件的 某个阶层的人口比例比较高 像这些你就要加重 整体的努力 把它改善社经环境条件 所以这些要 那我为什么挤这个例子 就是说 你还是没有认真 去要求 你的幕僚 没错 以外在表达上面 是 要提升了 我知道 谢谢 你知道 没错 没有 因为我接触 要求到 内政部 你官越 当越大 但是我要求好像多停滞 不会 我一定在 我当台湾市场的时候 不只是 像这样的精细 我还要求 横面的 垂直面的 比较分析 谢谢指教 我一定会赶快 比较要三年以上 他们懒得 漏十年二十年 资料 起码要三年以上 一定一定会 那今天才看出 他的趋势 变动方向 好 是不是这样子 好 这基本要求 下一次我们希望得到更好的 资料可以来共同 谢谢指教